欢迎收看 客新闻 大家好 我是婉伦 欢迎收看客新闻 每日一刻来帮头脑进步 你无探机某 台股9号终于终结连三黑 然而啊 成交量激动是去年的圣诞节以来的最低点 婉伦明白大家玩台股玩得很累 有许多抱怨 休学了不敢继续买下去 为大家献唱一首古诗版的道箱 一起打起精神吧 还记得你说多是唯一方向 随着晚点行 紧紧去嘎嘎微微笑 刚紧张的梦我知道 不要哭让它带着你护盘 遮着微笑 永远依靠下单吧 下到最低的位置 这首歌来自PTT大神Pear My Heart 总而言之呢 不要这么容易想放弃抓不到的低点 换方向就得了 也许有一天公园指向区可以取消预定的 公测驱动IC散热模组钢铁股已经吹起掌势了 然而牌面上是不是要寻找母强子柜通知许多题材 而且当冲率也很低的个股呢 第三代半导体车用半导体方面呢 可以来留意的是 鸿海管理半导体的S次集团总经理陈伟明指出 鸿海的电动车半导体主要布局在 智能网关 智能驾驶 以及智慧座舱 这些题材是不是要留意了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我是婉伦 客新闻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